在南加州的城县,最高端的景观房就是海景房 今天咱们来看一个实惠的海景大独洞 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座房产的Chris Liu 从耳丸开车大概20多分钟来到了这个24小时的封闭警卫社区 今天是冒雨来看房 你看这个房子门前种这些植物真漂亮 这是一个室内4000多尺占地近万尺的一个大独洞 5个房间,3个标准的车位 并且还带这种大条高 看到这里肯定有人想这个要不要1000万 其实不要1000万,500万也不要,400万也不要 而且这里是好学区,也是本地人住的地区 就是只要你不卷,房子就不贵 这个是九几年的房子 你看那个时候的设计就非常的棒 包括这些柜子呀 甚至说客厅的这种大窗户,大的推拉门 这整个是一个宽面的大独洞 所以它有非常多的空间 能把这个院子还有景色呈现出来 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就是一进门几千尺放一个大客厅的那种 就一个客厅 但是这个房子不是 这个就是老美那种传统风格的 它有这种就是宽面客厅窗户 还有大推拉门的地方 也有这些隐私的空间 有些人注重这种空间感 注重这种空间的利用率 但是作为这些本地人 他们可能更注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动空间 现在咱们看到的是一楼的这间卧室 还有独立的这种带洗浴的卫生间 这层它有两个房间 刚才咱们看的是第一个 在这里面还有半个卫生间 还有一个书房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书房 这个书房也是有一扇门 可以直接看到院子里面 或者在这里玩会儿游戏 其实也都不错 现在咱们出了这个房间 咱们看一下 这边就是半个卫生间 它用的橱柜都是那种传统风格的 还有包边的镜框 现在咱们绕着旋转的楼梯上到了二楼 二楼一上来就是这个大卧室 带有壁炉的 咱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卫生间做成什么样 这两根柱子漂亮 还有一扇巨大的窗户 接下来咱们再看这个大阳台 这个大阳台漂亮了 有没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错落有致的风景 远处的海景 就是非常有层次感 今天是阴天下雨 要是晴天的话 这一片都是蓝色的 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院子它是朝南的 所以我想应该可以看到日出和日落 这个是住在附近的客户 给我提供了两张从他家院子里拍的 非常漂亮的图片 这个房子它后院是正南 所以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这个角度 二楼在主卧的对面 就是这样的一间书房 然后咱们再往里走 这边是另外的一间卧室 它也是带有这种阳台的 总共在这个二楼 它是有四间卧室的 这个房子和这个社区 我觉得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这样的房子 不知道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更多的问题 可以单独的找我 或者看我的朋友圈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谢谢